大家好, 出了一集的正经短打 首先跟大家说, 我改这个名字是有原因的 因为我们可能会说政治或者经济 不过是一个比较短的, 比较精简的去说 所以叫做正经, 有时我们都有一些突发的 关于经济的东西, 我们都会说 我今早上就录完大部分明日的中国民心, 香港民心 如果明早有些时间, 例如今天有什么新的, 我就再加上去 关于食制品的中大助理副教授李薇 我在中国民心, 香港民心都有说 但是我今天就不是想去重复他, 明日大家会听到的话题 我们都见到很多KOL已经有, 在今天就说到这件事 但是有一些最主要的东西, 我见到有很大部分的KOL都没有说 就是说, 究竟李薇如果根据报导, 他是2008年来到中文大学的 就是由国内来到中文大学的 其实很多报导都是集中于, 可能他在街上收拾制品吃 他人工很高, 又没有道德, 又是党员, 又是党性, 不能够为人, 不能够为人私 很多报导都是集中于这些东西 但是问题是, 没有什么人真的去说 就是, 为什么 这个党是要派李薇去中文大学呢 就是, 究竟李薇在13年前, 他来到中文大学的真正任务究竟是什么 他是有个任务的 他不是by random 去 就是, 吃蛇齿饼种是一个后果 其实是一个sign effect 我们进去之前, 大家记住订阅我们的patreon 今天钻石狗就是187%的, 美银就没有变 这些我们就不重复了, 因为这是一个短打, 通常都是十多分钟 大家如果计算今天李薇39岁 他差不多在13年前来到中文大学 他当时大学26岁, 相当年轻 应该是一些红二代, 党员来的 其实李薇来到中文大学, 是否真的想他来教书呢 他的真正目的不是来教书 他当时党给他的任务, 大家知道当时是江泽民的 即是江泽民的朝代 那时应该就是胡锦涛上了 胡锦涛、温家宝上了 其实李薇真正派他来到中文大学的目的是做监控 他真正的目的是做监控 跟当年的胡锦涛在清华大学做监控是一样的 在国内甚至现在香港很多机构 你都会突然间看到有些人 在一个大机构里面 好像突然间在空降了一个人 他就无所事事, 你又不知道他来做什么 他就有特权, 那些人是来做监控的 这是共产党, 我自己的共产党 不只是中共这个共产党 全世界包括苏联等等, 全部都是有监控的 所以我们说, 为什么我们上一集说这个互联网 说可以这样监控呢? 绝对做得到的 因为中国的微信就是 on time, real time 监控的嘛 现在YouTube请了很多海外的都是华人 那些华人他有党性的 他能够出得外国的那些 全部都有党性的 那他, 譬如李薇 他派他来做监控 那第一件事, 党同时也监控他 每一天他都要跟党汇报 那大家很明显知道 他入中文大学的目的就是监控 不止他一个 在每一个阶层里面 在大学里面应该都有 不止中大 港大, 理大, 所有大学都有的 即是无厘头有一个 大家知道, 国路很多有两个字 即是名字是两个字 或者突然间有一个人 他好像无厘头来到 那些人就是党里面派来的 只不过, 党当时派来的那个人 他怎么都要找人 他找那些人, 就找回自己的人 或者自己当时在朝那些人的子女 很明显你看到当时他来的时候 只有26岁 那就让自己的子女 吃那些蛇渣的饼粽 那些是沙异的效果 所以有些人说 你们那些节目 即是常常唱衰的国家 即是说, 检测那些怎么会拿你的DNA 百分之百拿你的DNA 这个是他的党性 他一定做的 你按那些安心出行APP 他一定监控你的 其实党就是做监控的 他不会改变他的特质 他来到的目的 就是做监控 他就监控一下大学里面 哪些大学的教授 或者教师 每天他会写报告的 看看哪些人是反党等等 其实很坦白说一句 这些这样的红二代 红三代来到 其实他真的来射射饼粽的 为什么呢? 其实他没有将中国香港的实情 报道上去 他尽量报道有事 但是就不是大件事 那你见到 在由老母董一直到 Donald 的年代 再到梁振英 再到林郑 你见到他的教育 其实都是做到一批东西的 他的教育都是做到一批东西的 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就是 因为这些所谓他派来监控的人 根本就不知道实情是什么 他只是抱着他那一套 他不会接受别人那一套 他也没有把真正的香港学生的状况 反映给中央 因为如果他反映得不好 那就是我派你来没用 如果没有事又不行 如果我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那是不行的 对不对? 好了 发生一些小事 但又不是大事 那他就继续在吃蛇仔饼粽 吃了十几年 他已经七万元了 在国内来说 已经是小妇妇了 所以你会看到一件事就是 很多中央他实际想做的事 一落到下面那层 就变了质 香港在九七回归之后 有大量这些人 是渗入不同的学府和机构里面 但这些人都没有说真话 为什么呢? 一去到他们实际做事的层面 他只是想拿那份粮 他只是想一路做下去 他只是想拿一份粮 香港生活得舒舒服服 又没有人移动我的位置 我就继续吃蛇仔饼粽 所以你看到香港其实搞那些所谓通识科 当他在香港中文大学 或者融入了香港的社会的时候 其实他真正是 如果有一个心 去将香港的实际状况 反映给中央的话 绝对不会通识科搞成这样的 绝对不会通识科 或者绝对不会现在 杨用雄那些搞成这样的 根本就是他们把香港的情况扭曲了 然后报告给中央 你看到通识科在十几年 越来越教越不爱国 越教越不爱国 搞到学生去做反送中 占中 占中 反送中 示威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香港人究竟想要什么呢 香港的学生究竟想要什么呢 究竟这些人反映了什么给中央呢 是完全没有说过的 大家要知道一件事就是 监控呢 其实是共产党自从拿到政权之后 向来都是这样做的 他会花很多的钱去做各个阶层的监控 大学可以说是一定的 例如清华北达那些 全部都有人运进去 他特别是运进去 在大学里面 接着就连一些主要的外国老师 看看外国老师或者外来的人 会不会做一些反国家的事 或者学生会里面是否一些反中的基地 他们每一天就是做这些报告的事 当然这个理微可能是精神有问题 但是问题就是 你可以看到一件事就是 他来到 他主要就是吃蛇齿饼 你看到他的文化是没有融入到香港 因为他由2008年到现在已经13年 他一开口卖口还说资本主义 你可以看到他根本没有改过 那为什么他没有改过呢 原因就是他每一天都是被中共势势势 他们每一天 就是他去监控别人 别人也监控他 每一天都监控他 他每一天都要说一次 他每一天都回復一下 所以问题就在这 所以大家不要有一些什么期望 就说那些安心出行 或者那些检测 不会拿你的DNA 不会监控你 不会的 那党是一定监控你的 不用问的了 那我们在昨日的互联网也说了 那党是一定会监控你的互联网 这是很肯定的 因为国内现在正在做 是不是 他会监控你整个互联网播什么 他会监控你们说什么 他会监控你们 分享什么相片 他会监控你和外国哪些人联系 甚至现在你看到 他的国安法是去到外国的 他连你在外国也会监控 因为外国能够监控的能力 就会弱了很多 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问题就是 大家会看看 你觉不觉得 他主要不是来教书 他也不会有什么实际 因为他是政治和行政系 大家也不要想着 这个人在政治或者行政 有什么学术成就 是不会有的 他只不过是一个红二代 我也接触过国内一些真正有学问的人 不是像他这样的 那些人他对政治或者对行政科学 是有好心的了解 写论文等等 你一看他 你也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一个精神好像有问题的人 仍然可以在中大做助理教授 原因就是因为他有特权 他有特权 你不能动他的 所以有些人 我们之前在节目中说 低能的 揹手揹脚的 党说可以的 都可以来做 这不是一个例子 很明显这个人精神有问题 如果精神没问题 就不会在街上执行那些制品 对不对 如果精神没问题 他就不会用 你是一个大学教授的身份 大学这个助理教授的身份 坦白说他 你怎会 如果我被人捉到 用我爸的那张巴勒通 我都低调 怎会还在大声叫 对不对 很明显一件事 他只不过是来做监控的人 这种所谓监控 滲透 其实已经 香港最尾一站 应该就是医护 或者现在的公务员 这个我们在中国民心 香港民心都会 比较详细地去说 所以大家要知道 一件事就是 共产党 无论是北韩 俄罗斯 中国 他最擅长的就是监控 这些人 就是当时 派下来的红二代 或者红三代 十多年前 当时你在08年 下来香港 已经很厉害了 对不对 他当时 入了世贸 没多久 我估计 他应该是第二批 我估计 下来香港做监控的第二批 第一批应该是 九八九九年 已经下来 或者第二 第三批 所以大家要知道 一件事 为何会出现这个人 就是这样 好吗 短短地和大家 今天做个短打 大家记住 留意明天的 中共民心 好吗 多谢大家收看 祝大家今天 星期一愉快 拜拜